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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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Nono和老婆朱海君日前上节目被问到结婚前有多少女友 Nono的答案都到令朱海君震惊 但现在却有受害女子陆续站出来指控Nono性骚甚至性侵 她所有都会找新人下手 她知道我们不会讲话 加一家大概有十几块二十个受害者 直播主小红老师指控之前差点被别人性侵 向Nono求救及时逃出 但Nono却是她的另一个噩梦 曾被Nono再到一个很暗的公园下车后将她抱住 强行让她做推上 直到她借口离开才结束自己的行径 不过这种行为并没有因为她结婚生子而收敛 包含拖到市民大道的残障厕所里面 她有女儿之后还是一样性侵人家 甚至还有101贵姐控诉 Nono说要送她回家 结果一上车就对她毛手毛脚 还暗示自己很喜欢丝袜 另一位F小姐爆料十几年前上吴中线的单元节目 后来被Nono带去她家 日前Nono曾透过经纪人回应 强调对po文指控的小毛完全没印象 但如今又有不少受害者出面指控 Nono终于在脸书发文 表示即刻起停止演艺工作 诚心的深刻反省 第一个Ember出来之后 她还是不愿意承认 她说要忘了 第二个我出来之后 她还是不愿意承认 她说要忘了 结果陆续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私讯来 我不相信这些没办法让她想起来 有一些是幕后工作人员 然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甚至有大学传播系去实习的妹妹 两三个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 四名大道的残障厕所里面 然后就直接 自从MeToo事件的延烧之后 所有的加害者 不管是艺人政治人物或是各种有对女生或是男生有做过性骚扰的事件 全部都一一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承认了 目前只有陈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的nonon大哥 他现在目前还是否认的状态 因为他一直想不起来任何一件事情 那自从我po文之后 就开始收到超级超级多的受害者 所有人的来信 那包含是有一些是幕后工作人员 然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甚至有大学传播系去实习的妹妹 他那时候才可能是六十七十八岁 我不晓得 就是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收到超级超级多的受害者的爆料 然后还有收到了两三个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四名大道的残障厕所里面 然后就直接 然后所以对很多的受害者心理影响是非常大 那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话 我是想要除了我之外 我还想代替很多很多人发声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知道的只有两位 一个是Ember是第一个 第一个Ember出来之后 他还是不愿意承认 他说他忘了 第二个我出来之后 他还是不愿意承认 他说他忘了 结果陆续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私讯来 我不相信这些没办法让他想起来 那我先讲我今天的一些重点来给大家 就是第一个关于我在Facebook发表的亲身经历 全部都是属实 就是我个人发生过的 然后第二个关于很多人问说职棒球员的经纪人 对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 然后我不想让我的妈妈在电视上看到我是被欺负的 包含今天这种状况 我是不想让我的家人知道的 因为我们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所以我还不知道他会面对到什么样的质疑 就是怎么会把小孩带成这样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因为我怕我妈伤心 很多网友说我只是想要哄 如果我想要哄 我当时我就直接开记者会 我当时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然后关于第二个 陈先生及NoNo 对于任何的指控没有影响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对他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日常 因为他可能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然后可是却对我们这些受害者是一辈子的阴影 他觉得稀松平常 这很正常啊 你就是过来 你干嘛装啊 大概是这种 可是对我们来说 这可能会造成我们一辈子的阴影 在我受到某个经纪人的性侵未遂之后 我以为我找到了救命稻草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演艺圈的大哥哥 结果没想到是另外一个魔爪 他说的那一句话 他跟我讲说 那个经纪人也不看看自己的地位 我都还没吃到你 他怎么可以让他先吃啊 然后我那时候是 这一听就是一个暗示性的话语 很明显 可是他最后把我带到车上之后 他还是一样 他还是一样对我伸出魔爪 甚至我觉得他是比那一个男生经纪人 更夸张超级多倍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你都已经上车了 那摸一下会怎么样 然后就直接凑过来 在车上就凑过来就强吻我 我的头还撞到 因为我坐在右架嘛 他是左架 我头还这样 因为他也 你们懂吗 所以我的头还是撞到窗户的地方 然后他之后还跟我说 那你喜不喜欢 他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没有经过他人的允许的情况下 我说你这一声就会有没有人的事情 那么一声就会有没有人的事